男人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2加1 有三个时期 所以各位女士们一定要注意的 这条视频女人们逼踢一下 第一个时期 当她感觉自己开始衰老 也就是从35岁时候开始 这个时候男人会明显觉得 自己的精力体力活力都不比以前了 一时之间她自己又难以接受 所以他们想和年轻漂亮的姑娘接触 因为他们觉得和年轻人在一起 能让自己重回18岁 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些和女同事 搞暧昧的男人是什么心理的吧 第二个时期 她觉得自己事业稳定不用担心 也就是可能是35或者40到50岁 那这个时候的男人 有了稳定且不错的收入 开始想要情感需求了 但因为之前长时间忙事业 对老婆家庭付出太少了 或者他们早就形成了 这样的沉默互动模式 这个时候她不愿意在家里满足自己 就想着出去满足 这也是男人有钱就变坏的一种心理 那第三个时期 当她怕自己魅力不在急于验证 也就是在55岁的时候 新汉布尔什大学做过一项研究 55岁的时候 男人感知到自己的魅力即将消失 因为害怕魅力不在 所以开始想别的女人来验证 而且这个时候 他们会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 哎呀我过这么大半辈子了 也没干过什么潇洒的事 现在就让我放纵一次吧 生命就有一次 我不放纵真的亏欠自己 所以我一直在说 男人出轨一定是因为需求没得到满足 所以在知道这三个高发去过后 各位女士就不要继续在家 只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去满足好各自的需求 男人才不容易出现二加一的 我盾妈的努力 好也 folders 那个人 您往着这 tough